我爸死了,我妈走了,不要我们了 妈妈去哪里了? 她回家的家了 那你今年多大了? 十五 弟弟呢? 弟弟十岁 妹妹呢? 三岁 你上几年级了? 四年级,就不上了 为什么不上学了? 因为他们两个人,一个人,两个人在里面不学 不方便 爷爷奶奶呢? 爷爷奶奶,只有爷爷老年了 只有爷爷? 爷爷多大了? 应该一百岁了 就是爷爷带不了他们两个,你也不上学了 在家带着弟弟妹妹 你带着弟弟妹妹有几年了? 应该两年,三年,两年了吧 你自己都是个孩子,你怎么带他们? 到时候,给他们做饭给他们吃就可以了 你会做饭吗? 嗯 妈妈会回来看你们吗? 没有了 爸爸,爸爸走过这几年之后,妈妈再也没回来过 爸爸,爸爸死了,猎天的时候才走了 所以我不要,我不要上学了,我要保护我弟弟妹妹们 你自己都是个孩子,你有没有想过,你怎么保护弟弟妹妹? 嗯 没有,我只有保护他们,他们长得就可以了 他们会自己找吃的什么都有,所以说可以 弟弟妹妹都穿多大的鞋子? 嗯,十六百鞋 你拿得了那么多吗? 哈哈哈,对,好,走吧 走走走,你瞎走 妹妹太小了,我怕你一弄她又哭了 好看吗?漂亮吗? 哎呀,大老闺女帮她脱了,哈哈哈,她挺逗的呢 来,扣好 哎呀,坐到地上啊,就知道穿了 来,来,你先把袜子给她穿一下 哎,可以 来,把衣服扣上 看一下好不好看 哎呀,好漂亮哦 来吧,穿这个脚 其实,不客气 记一下,看一下 没事吗? 嗯,难怪的,给弟弟也擦一点 好心心的,姐姐 这个,是给你留着你用的 啊